而在技术部分 尤其是AI技术的迅速扩展 对于能源消耗来说 会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工部门跟私营部门 都要持续来合作 包括美国拜登政府高层官员 星期四就在白宫和会达执行长 华文勋以及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等这些AI科技巨头领导人来会面 讨论推动AI所需要的能源和基础建设 华文勋就说了 现在正处于新工业革命的开端 必须要公司部门来持续合作 才能有效面对AI创造的机会和挑战 AI新时代来临 挥搭执行长黄仁勋身着西装 与多位AI界的科技巨头齐聚白宫 与美国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 以及拜登团队举行会议 研讨美国AI能源基础设施的未来布局 华文勋指出能源领域确实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稳固 因为AI成长非常快速 本次会议与会AI领导人还有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Anthropic执行长阿默德 Google总裁波拉特 以及微软总裁史密斯 拜登团队则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人 讨论AI的能源使用资料中心容量 半导体制造网容量 分析AI对经济影响 这些科技巨迫聚集 最主要要讨论就是说 美国未来发电相关的基础建设 从目前估算到2030年 大概就AI的相关的应用 会占美国目前总发电量 大概平均而言是4.7% 每年的复合成长率大概是15% 美国的AI产业的发展 其实是牵动不只是美国 甚至是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 未来AI工厂建立AI超级电脑等设备 商机无限 黄仁勋多次表示 电力限度会是一大挑战 如何应对高耗能 确保AI竞争力 将是全球企业的共同课题 记者曹廷春播成台北采访报导